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就是《山海经》 相传为大宇和博弈所作 大宇就是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个核心人物 因为从他这里开始您会发现我们原来对于自然神 创世神的种种的设想 然后开始逐渐地转移或者聚焦到了人类社会关系中 大宇虽然把神话转化为历史 但大宇一家人却上演了一场魔幻的变形迹 大宇至水时化雄通山 父亲滚死后化为黄雄 妻子又化石生子 特别神奇的是 《山海经》说滚腹生雨 即使父亲滚化玉化生了雨 男人怎么能生孩子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在天问里都发出疑问 抛开滚腹生出雨 怎么会有这样的奇怪事情 大宇作为治水定久舟 奠定中国基石的神奇人物 却带着一样夺目的神话光环 我们看看他如何书写历史 如何创下经世伟业 又如何被后世的书写成不朽神话的 故事是从雨的附近滚开始的 滚为了阴洪水 从天地那儿偷了一块 才能生长至无限大的溪壤 不带地命 结果被祝容杀于雨胶 那么滚又怎么复生雨呢 近代学者郭普解释为 闻死三岁不服 后之以无刀 死化为黄龙眼 这又是神奇之处了 什么人死后尸体过了三年还不腐烂 用刀剖开还能化为黄龙 他这个肚子一划开里边就生出一个小孩 就是大鱼 那还有一些描述的更加神奇的描述呢 是说生出一条龙 一条飞龙是生天而去 那个龙就是大鱼 从他爸爸肚子里生出来的 而且是龙 所以一定要说大鱼应该是个神话人 你看我三年都不死 这也表示说这个滚 他自所以他的一个精神 他想延续 白男子提起雨另一种出生方式 雨生于时 说雨的母亲修己 感时而生雨 而且是拆胸而出 巧的是雨的儿子起 也是与其屠山式化石后裂开所生 两代母亲一个杆石 一个化石 一个拆胸生子 一个石头开裂生子 拆胸 这和滚腹生语 抛之以无刀 类似 不仅仅是神奇的出生方式 还有神奇的变形能力 父亲滚死后化为黄龙 也有说是黄熊的 雨未打通还原山 也曾化熊 一家人又化石又化熊 神话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上海经这个中山经理 已经把熊山熊穴 他的规律都告诉我们了 北方的熊一定是冬眠的 所以他这个熊穴的特征 就是冬天关闭 夏天开启 走出来的不是熊 是神人 就是皇帝叫有熊 福西号黄熊 滚玉起三代都跟 这都是一败 就是北方的这个图腾崇拜 留下来的 为什么父系的这种传承 选取了熊这样的一个异象 就像我们中国古人 理解的这个太阳一样 它每天晚上都会沉入到深渊之中 但是它又是生生不息的 明天早上又会从东方生起 熊本身的这种季节性的冬眠 然后又会在明年春天 带着小熊出生 它看起来就更像是一种 以循环的方式 甚至是以生死循环的方式 来实现了生命的更新 所以再生被看作是 生和死之间转化的一个关节点 画熊意味着获得熊冬眠后复苏的能力 画石则象征着寻求石头那样 亘古永恒的旺盛生命力 石头能生人的神话 不仅仅是中国 普遍存在于世界很多民族的原始神话中 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 在一家三代人中上演了 男人画熊沉入深渊 死冬眠开始 象征英雄没落 女人画石开裂 生冬眠结束 象征英雄再生 画雄画石的神话 有着远古自然崇拜的痕迹 中国古人的观念 是把山川 土壤 植物 动物 风 甚至灵魂 统统视为宇宙拒留中息息相关 相互交融的实体 在这样的思维下 东方大陆可以用奔流不息的 长江大河来辟语 是持续进行生命流动的 山河生灵图 那我们的生命如何才能永恒 我觉得我们古人给出了一个 具有折丝意味 同时也很有诗意的一个表达 就是当你把你的生命 和周围的生命理解成一体 那么你进入到这个生命的循环之中的时候 那么你的生命其实就实现了一个永恒 中国人的观念 土生万物 也生育了人 甚至土也可以生长至无限大 在《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块神奇的土壤 西人 西人 你怕这父亲的遗体诞生了 随即 魂则化作龙魂 飘落在渔渊的无尽深处 你是我 天下最神奇的土 再一次出场了 这次天地将我浇个梅雨 用梅来治水 淮南子说 雨以西壤因洪水之舟 说明雨的确使用西壤来治水的 《深海经》说 地乃命雨足不土 以定九州 说明天地命雨不土 这个土应该就是西壤 而且来自天地 父亲滚费尽心思偷的西壤 雨则拥有西壤合法的使用权 他爸是偷的 这是合法获得的 一正一反 两个例子 正好说明 服从上帝你就能成功 不服从上帝 盗窃上帝的宝贝 你就必然失败 你就会被杀 人是必须服从于神 你才能够成功的 雨的诞生竟是告别 我百感焦急 于是变成滚的样子 让从未谋面的父子相逢 雨 我的儿 我终于等到你长大了 真好 我们终于可以肩并肩 一起去击退洪水 父亲 父亲 你自然有我父亲的气息 但你不是我父亲 你是谁 我是你们父子永远的朋友 西壤 我 继承了你父亲的活力 你 继承了他的意志 我因父亲一念而生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 奔腾着父亲 磅礴活力 父亲 你刚正不恶的气息 伴随我去治水吧 后世文献说 稳失败于赌 雨总结了父亲的经验 用疏倒的方式治理了洪水 有学者认为 治水早期就应该采取 堵的办法 先将赖以生存的土地 保护起来 在治水的后期 再用疏的方式 排出积水解决内涝 淮南子说 雨乃以稀土 田洪水 以为名山 一个田字或许道出了 与雨滚 堵塞洪水的不同之处 十载大雨的事迹 常说它孵土 孵土可解释为 化分土壤 也可以解释为 不土 就是铺开散步的意思 那么铺的土也就是 稀壤了 雨敷土说的是什么 不言而喻了吧 大雨也是靠我的壁柱 来治水啊 淮南子的确肯定了 稀壤的作用 说洪水造成的 大大小小的渊洞 竟然有二亿三万 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这些坑洞被稀壤 填平后 竟然长成了名山 可见稀壤强大的生长能力 稀壤的就是那个神话里 它有稀石 就是石和土 这个是陆地 这个大陆这个框架形成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个水和土的关系就是 粥 就是水绕着粥 这就是小的水形成小的粥 大的水形成大的粥 这是九州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基本的 就是叫一个宇宙的秩序 周字说文解释为水中可居者约州 说瑶时代遭遇洪水 人们居住在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地势比较高的土地 后被称为九州 从州长成了九州 制水在文字中不经意留下的痕迹 也印证了西壤的神奇生长能力 大雨运用西壤来治水的故事 实则是自然界的水土之争 古人认为地是万物之本源 诸多生命的根本 水呢 是地之血气 像人体筋脉里流动的血气 水是创生之源 但也是毁坏的力量 只用孟子的这个话术 他就讲为什么叫洪水 然后他讲水逆行为之洪水 大雨治水面临的这个洪水的情况是什么呢 那么也有水在地上到处去流淌 那么所以他通过治水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是水在地中行 这个就是他大概是大雨所理解的这个水之道 雨和滚不一样 为了彻底解决水灾 大雨足迹踏遍九州之山水 人称雨季 我想看看水最初的模样 是不是也暴虐成性 山晶最后的时候 雨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证明了这个山晶的实地勘测 或者说它是国土资源管理的这个性质的 那大雨它的神话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我们是对于中国的疆域 早期的这个国土资源勘测 它的一个论证 历经跋山涉水 我们终于找到了温润的顺流之水 看到了水之精灵 这才是你 一马平穿 你一平静 遭遇险距 便激流永近 如遇阻挡 呈洪水猛兽 我跟水打了一辈子的架 我不加思索地冲了过去 一瞬间 雨长久苦思冥想的困惑 豁然开朗 水既可润土 也可吞土 既然可添洪水 但唯与水融合 方能凝固不破 顺水而为 乃是王道 雨这是在总结水的规律 传说有一只白龟 驼来洛书 大雨才知晓 世间万物运行的脉络 龟在中国神话中很重要 后来 雨智水的时候 也有玄规附清泥 来帮助雨的说法 虽然有个合约之书 但还要自己真正领悟到 为了让大帝安定下来 雨迈起他独有的步伐 雨布 他边舞便思索河落的变换 越舞越快 甚至我发现他的焦虑 化作了心火 蹦出了身体 大雨它还有一个叫乌布 包括它治水的时候 它走的是一个八字 对 它就是那个九川九山九河九州的那个 它只有采用这种方式 它才能够跟神圣的力量相联系 父亲 我苦思山川之规律 难道就止步于此 你的坚韧 加上我的不屈 再用你的心火锤炼 再献上水土之灵运 大山 我以雨的名义 回答我 怎么个主名山川呢 我们叫金口欲言 就是他只要把这个语词 说出来 它带有魔力 带有法术的 他的愿望就立马实现了 突然 大山发出幽厌的回声 应用雨布的力动开始舞动 河流发出欢快的奔流 回应了它 万物皆是生命 有着各自的律动 我听到了他们的细语与呼喊 那是源自对生命执着的热望 我听到你们的心声 我将给予你们名字 上书说 与平水土 主名山川 从此 华夏大地 第一次有了地名 九州的这种山川上面的 这个名山 名川 然后它进行重新命名 这个重新命名 其实就是形成它的语句 或者是语序的 语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它重开人间秩序 也是一种创世的演绎 我们的山川认同 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没有命名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空间 是吧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 这一种标识 我的生活 我的存在 是以空间 以命名呈现的 他讲一个山 先要告诉你 这个山叫什么 这个水叫什么 这一个山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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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